各位,上次講到鱷不群和令狐聰打打下,忽然使出幾招聰靈劍法,勾起了令狐聰無限心事,搞到心神不定,迷迷糊糊之中,隨手一揮劍出去,只聽見傾框聲,有一把長劍就掉落地下, 中人叫了一聲,令狐聰整個人發了兩發,站起來慢慢睜開眼,見到鱷不群正向後跳開,臉色和露那麼黑,右手腕就慢慢滲血出來,再看看自己的劍,劍尖到刺滿血, 糟了,去大吃一驚,才知道先頭心神混亂的時候,隨手擋架攻來的劍招,不知道怎麼搞的,居然使出獨孤狗劍中的劍法,刺中了鱷不群的右手腕, 令狐聰就趕快扔掉自己的劍,跪在地上就說,師父,弟子罪該萬死,屁,死你的頭, 惡不群一腳飛出,踢中令狐聰心口,嘩,厲害啊,這腳踢到令狐聰整個人飛起,人在半空中的時候, 陀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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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一團七黑,直坦坦地踏下來,啪,聲, 落地的時候,他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了,人事不醒,不知道過了多久了,他好像覺得有點冷,慢慢撐大眼, 覺得火光茶眼,馬上又合起來,聽見瑩瑩很開心地說, 哎呀,你,你醒了? 她又再增開了,見瑩瑩定了,看著自己,哎呀,我,我… 她掙扎如想坐起來,瑩瑩就不斷耍手說,你休息多一會,你休息多一會 你休息多一會,令狐聰聽聽話說,攤回地,看著市周圍的環境, 見到一個山洞裡,洞外燒著幾塊柴,看著一會, 他才記起,是被師父踢了腳,他就馬上問,我師父,師娘呢? 瑩瑩瞄下嘴地說,哼,你還叫他做師父? 尋找到全世界都沒有這麼不要面的師父,你一味讓他,他還不識趣, 下不了台了,就一腳繞到你那裡,繞到自己的腳骨都斷了,多黑心啊! 什麼?我…我師父斷了腳骨,哼,這些就叫做報應了,我爹說,你不會用吸聲大法而已, 不是呀,自己就不會受傷,我…我刺傷了師父,又震斷了腳骨,真是…真是… 哎呦,你還後悔呀?瑩瑩,我真是該死,我真是該死, 當年如果不是師父,師娘,養大我的,我哪有今天? 我現在恩將仇報,真是禽獸不如呀! 瑩瑩就說,哼,她幾次三番落殺手,想殺你,你這麼隱讓,也算是報了恩啊! 好似你這樣的人,去哪裡都不會死的呀! 就算他們不養你,你在江湖做黑衣仔,都死不了啦! 她趕你出華山,程義祖就斷了,你還想她做什麼呢? 沖哥,你…你為我而得罪了師父師娘,我…我現在的心… 瑩瑩講下講下,她的頭就越低越低,面紅耳熱喔! 令狐冲一見她含羞答答的樣子,忍不住就伸手出去,握著她的左手, 大用,唉再來嘆,喘了口氣 也不知她說什麼, ней好 玥瑩便便小聲問她啦! 《你 Doing all were propaganda enough smile… no wonder you have time to sad me 是否你後悔,認識我啦? 沒有 沒有 我怎會後悔呢 你為了我 去少林寺送死也不怕 我以後粉身碎骨 都報不到你的大恩 為何你要這樣說 哦 到現在 你還當我是外人 林寺有些慚愧 她的心確對瑩瑩有一層隔膜 她說 是 瑩瑩 是我說錯了 從今以後 我要死心塌地地對你好 她這句說話一說出口 自己的心就問自己 那小師妹呢 小師妹呢 難道我從此忘記了小師妹 瑩瑩這時候眼光中 閃出喜悅的光芒 聰哥 你 這不是真心話 你說是哄我的 這時候 令狐聰就覺得自己要全心全意對人家 她說 瑩瑩 如你哄我 leaving critical 她說 瑩瑩 我吃發你 我就會被雷公砍死 不得好死 瑩瑩左手慢慢反轉 壓著令狐聪的手 覺得一生之中 這刻的光陰是最難得 全身暖暖暖 只要心有了在云头飘浮 但愿天长地久永恒如此 过了很久 他才慢慢说 冲哥 我们武林中人 都注定不得好死 你日后如果对我负心 我都不想你被雷公劈死 我 我宁愿亲手一剑刺死你 令狐冲的心想叮咚 猛跳了一下 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说话 呆了呆了 接着又说了 盈盈 我这条命是你救的 早就归你了 你什么时候要拿的 就随时拿去咯 嗯 人家都说你 是个花花飞飞的浪子 果然嘴甜蝎滑 没有来正经 哼 都不知道是什么缘分 我会 我会喜欢你这么花飞飞 哈哈 哈哈 我什么时候对你花飞了 你这么说 哦 我不花飞不就很吃虧 咦 说说说说说 令狐冲就坐起身 好像想索友那样 形影双脚咚咚 咕咚 声跳开几步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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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我心对你好 知我们要规规矩 你如果 当我是水性羊花的女子 随便来欺骗我 那你就看错人了 令狐冲亦很正经地说 盈盈啊 我怎么敢当你是水性羊花的女子 你是一位得高望重 不准我回头看一看的婆婆 盈盈插声小笑 上去当初认识令狐冲的时候 他一直叫自己做婆婆 神态恭恭敬敬 想起 就不如笑口吟吟坐下 只要他隔凌狐冲有三四尺远 凌狐冲就说 好 你不准我对你发飞是吧 那以后我照舊叫你做婆婆 好啊 乖孙 婆婆 我的心有件事 哼 不准再叫婆婆 过得六十年 你就叫到旧咯 哦 那由现在起叫 叫到你六十年之后 那我这世人就好心足咯 盈盈听闻心神荡漾 她想 唉 如果真是能够和聪哥结合六十年 就算天上的神仙 都没有我这么幸福啊 令狐冲见到盈盈打质面对着自己 这样的角度看她 显得更加美 直情好像是美玉雕出来的公仔 那样 她心想 唉 这么美的女孩 为何江湖上成千上万 心高气傲的好汉 会对她又尊敬又敬畏呢 又会甘心为她赴汤道火 想到这样 她就想问一下盈盈 但是觉得这个时候 说这样的说话又不太适合 就想说不说 盈盈看起来就问 冲哥 你想说什么 就尽管说吧 令狐冲就说 我 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平一子 祖千秋 王寨主他们 怕得你这么紧要 盈盈就笑笑话 我知道你如果不明白这件事 而心不安乐 哼 你是不是怕我是个妖魔鬼怪呢 嗯 不是 我当你是位神通广大的山神先 哼 你看你 说得不够三句说话 又胡说二十四 其实你这个人 都不见得是多发飞 只不过油嘴滑舌 以至大家 说你是个浪荡子弟 令狐冲就说 哦 我油嘴滑舌 那我叫你做婆婆的时候 算不算是油嘴滑舌呢 哼 我认得你一世叫我做婆婆 好 那我叫你一世 婆 就婆了 不过不是婆婆 我认识一听 面上浮起雄云 唉 我心里也不太甜 哼 聪哥 我 我就是望你说这句说话 不过 不过 你不要油嘴滑舌 好啊 令狐冲就说了 你常常都怕我油嘴滑舌 好啊 这一世 你炒菜不下油 那吃到我嘴滑舌 那我就不能油嘴滑舌了 哼哼 哼 哼 瑩瑩就小声说了 聪哥 你不怕我煮烤饭 那 那我就一世煮饭给你吃 令狐冲就说 哦 招是你煮的 我天天吃三大碗飯招 我都没所谓的 哼 你呀 只是一口说笑 两个人对望了一下 没出声了 隔了一阵 瑩瑩又慢慢说了 我爹 本来是日月神教的教主 你都知道了 后来东方叔叔 不是不是 是东方不拜 他使阴谋诡计 困住我爹 还骗大家 说爹在外边过了身 为命要他接任教主 当时我还小 东方不拜这件事 又做得很干净利落 没露一些痕迹 那我就没有疑心了 东方不拜为了掩人耳目 对我非常优待客气 因此 我在教中 地位就很尊贵 灵狐冲就问 是否那些江湖豪客 都是日月教属下 不是 他们都未正式入教 不过一向归我教统属 他们的首领 大多数都吃了我教的三师老神丹 灵狐冲记起了 当日他在沽山梅庄 曾经见到魔教长老包大楚 巡伟邦地几个人 一见到任我行那几粒 鲜红色的三师老神丹 立刻吓到云飞拍散 想起当日的情景 不由得皱皱眉头 瑩瑩就继续说 吃了这些三师老神丹之后 每年就要吃一次解药 不是就毒性发作 死得很辛苦 东方不败 对那些江湖豪士十分严厉 有少少不喜欢 他就扣着解药不发 每次都要我去求情 拿些解药给那些人 令狐冲就说 哦 原来你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都不算是什么恩人 他们来求我 我容易心愿 原来 这些也是东方不败掩人耳目的策略 他要令到大家都知道 他对我十分爱护尊重 那一来 当然就没有人怀疑他散权夺位 令狐冲就点一下头 是的 是的 这个人真是功于心计 瑩瑩就继续说 不过 不过 整天要我向东方不败求情 很烦的 况且 教里头的情形 也跟以前不同 人人人见到东方不败都要说好说话 听到你骨都鼻的 前年春天 我叫施侄陆足雍陪我 出来游山换水 一来 一来 又不用你教中的闲事 二来 又不用向东方不败 说些骨碑的说话 哼 想不到那次 就碰到你了 他望下令狐冲 上去陆足行中初遇的情景 轻轻叹了声气 心中充满悠情 过了很久 他就说 聪哥 去少林寺那几千个江湖朋友 当然 不会人人都来求我拿解药 但只要有一个人受过我的恩惠 他的亲人好友 门下弟子所属帮众等等 都会来帮我的 再说 他们去少室山 也未必真是为了我 多数 仍是应令狐大俠的招换 不敢不去 说到这里 他掩着嘴上笑 令狐冲就说 哈 盈盈 你跟我就没什么好处 油嘴滑舌的本事 一下就传给你 盈盈自小 在日月神教中 人人都当他公主一样 哪个都不敢得罪他 也没有人敢跟他说一句笑话 这时候跟令狐冲欺笑露骂 觉得不知多个人 过了一会儿 他又说了 哼 你带这么多人去少林寺接我 我肯定喜欢 那些人 平时多多嘴多舌 在背后说我 说我对你好 而你是个风流浪子 到处留情 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 这次 这次你这么大阵仗 胡闹了一场 总算 总算帮我拿回彩了 令狐冲就说 盈盈 你背我去少林寺求医 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 后来又被困在西湖底 等到脱离囚笼 又如同恒山派的事 后来才知道你的情况 等到来接你的时候 你都熬了不少 哦 那我不紧要 不过 只可惜 就是定行定日 两位师太 为我的事 而命桑萧林寺 对了 不知道是谁下毒手 这两位师太身上 没有伤痕 什么没有 有 各位 为什么盈盈 会说有伤痕 难道她知道 凶手是谁 要知道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各位 上次令狐冲和盈盈 说起定行定日 两位师太 当然是很难过 令狐冲就说 唉 不知道是谁下毒手 两位师太身上没有伤痕 都不知道怎么查好 盈盈就说 什么没有伤痕 我和爹文天叔 在子女头 见到两位师太的尸身 我曾经摆去他们的衣服看过 见到他们的胸口 都有一粒针这么小的红点 是被人用钢针刺死的 什么 毒针刺死 毒针 武林之中 有谁是用毒针的 盈盈就另一头说 爹和文天叔 这么多见识 连他们都不知道 爹说 这针不是毒针 其实是一件兵器 刺人要害 治人死命 只不过刺入定閒师太 心口那一针 略略刺歪了少少 是 我见到定閒师太的时候 他还没断起 这一针 既然从心口到刺进去 那就不算是暗算 是正面交锋 害死两位师太的 一定是武功绝顶的高手来 我爹都是这样说 反正都有这条线索 要找兇手 都不是很难的 没错 令狐冲出力拍 山洞的石壁 盈盈 我们两个有生之年 一定要为两位师太 报仇说恨 一定 令狐冲扶着石壁 坐起来 哎 觉得手脚 好像没事一样 动得伸得 心口里 又不太痛 好像没有受过伤 他就说 啊 这么奇 师父出行力踢了我一脚 好像我没有伤到 盈盈就说 我爹说 你已经吸了不少人家的耐力 内功高出你师父很多 只因为你不肯运力和你师父相抗 才会受伤 但是有心口内功护着身体 受伤很轻 文天叔和你推拿了几次 激发你身体的耐力来疗伤 很快就好了 不过 你师父的脚骨那么容易断 就有些奇了 我爹想了很久 都想不出个究竟 哦 我耐力这么强 师父一脚兜过来 被我耐力反振 他老人家就断了脚骨 有什么奇怪 不是啊 我爹说 吸着外人的耐力 虽然可以保护身体 但是必须要运用才能够伤到人 你都没有运到 怎会这么容易伤到他呢 哦 原来这样啊 令狐冲虽然不是很明其中的道理 但是他也不多去想 只是想到害到师父受了伤 当着天下众高手面前 失尽了面子 实在是很内疚 一时之间 两个人看着就没有出声 偶然听到洞外边柴火燃烧的时候 逼逼白白的声音 洞口外边大雪飘扬 比在少室山上的雪落得更加大 突然之间 令狐冲听到山洞外边 有几十很重的呼气声 咦 他立即定了神地去听 凌影内功就不及他 听不到什么声 不过见到他的神情就问 咦 冲哥 你听到什么 令狐冲就说 先头我听到一阵呼气声 好像有人来一样 但呼气声很速 那个人武功低微 不用理他 算了 咦 盈盈 你爹呢 哦 我爹和文天叔说出去走走 说完这句话 盈盈全面都红了 他知道爹特意避开 等令狐冲醒了之后 和他好好聚一下离别之情 令狐冲这阵时 又忍忍了听到几下呼气声 于是 他就说要出去看看 两人走出山洞 见到任我行 和向文天走过的雪地 有一些脚印 被雪遮了一半 令狐冲指着那两行脚印就说 那些喘气声 就是从那边传来的 于是 两个人就顺着脚印 走了十几帐 转过了山洞 咦 突然见到雪地道 任我行和向文天 一拍地站在那里 动都不动 令狐冲地吃了镜 同时飙过去 盈盈就叫声爹 伸手去拉任我行的左手 好了 怎知刚刚碰到他爹的手 觉得一股冰冷的寒气 从他的手一直透上自己身体 爹 你 你干什么 仍然一句说话还没说完 已经打了几个冷震 吵架真的吁声 他知道了 爹是中了左冷禅的寒冰争气 一直强制抑制 这时候终于抑制不住寒气发作 向文天在帮他爹抵挡 令狐冲还未明白 白雪反光之下 见到任我行和向文天两个面色很凝重 跟着任我行 又出来吐了几口气 哦 他这样才知道 先头听到的喘气声 是任我行发出来的 只见盈盈这阵时 整身震吞吞 立刻伸手出去 拿着左手 觉得一阵寒气 捐入自己身体内 他明白了 任我行是中了敌人的阴寒内力 在全力散发 于是 他就依照西湖底铁板道所刻的散工方法 将捐入身体内的寒气 他就慢慢化去了 任我行得到令狐冲相助 哎呀 心定当了很多 事关向文天和盈盈的内功 跟他练的不一样 只能帮他抗寒 就不能化散 他自己全力运功 为了不要整身结成兵 再没有力量去散发寒气 坚持久了 就越来越觉得吃力 令狐冲这种运功方法 是釜底抽身 将寒冰真气 从他体内一丝一丝的抽出来 散在外边 他们四个人手拖着手 站在冰地上 好像僵硬了一样 大雪纷纷落在他四个人的头上 面上 慢慢就将他们的头发 眼睛鼻歌衣服 盖住了 令狐冲一面运功 心就暗暗奇怪 咦 为什么雪花落在面上 居然不溶 他都不知道 左冷禅所念的寒冰真气 非常厉害 散发出来的寒气 比冰雪还要寒冷 这时候他们四个人 只有肚里头的五臟 才有暖气 那些皮肉比冰更冷 所以雪花落在他们身上 一点都不溶 被落在地上 还继得快 过了很久很久了 慢慢天干了 但是还落着雪 令狐冲就担心 凝影 嬌女 若质 受不受得起 这些寒气长期侵袭呢 只不过任我行体内的寒毒 还没去完 虽然呼气没那么速 但是不知道这时候 停手可不可以 他拿不定主意 只好继续帮任我行散工 幸好从盈盈的手掌上觉得 他肌肤虽然冷 但是那个人呢 就已经没有打冷震了 自己手掌心 角插到他手掌心都默薄微微地跳动 这时候他双眼早就积满了白雪 蒙蒙隆隆 觉得天亮大白 知道什么都看不见 当时就慢慢加强运工 盼望早点为任我行化尽体内的阴寒之气 过了一排 忽然东北国远远传来马蹄声 一路越来越近 听得出是一只跑前一只跑后 接着就听见有个人大声叫 师妹 师妹 你听我说 令狐冲两只耳朵虽然堆满雪 但是听得很清楚 正是师父恶不群的声 两只马一路跑过来 听到恶不群又叫 师妹 你不知道其中缘由 立乱发脾气 你听我说得不行 接着听到恶夫人就说了 我自己不开心 关你什么事 又有什么好说 听到他们的声 和马匹奔跑的声音 猜到是恶夫人骑马在前 恶不群就骑马在后追赶 令狐冲觉得奇怪 师娘那么生气 不知道师父因什么事得罪她 只听到恶夫人那只马一直跑过来 突然间她咦一声 跟着咦一声 跟着咦一声 想起来 突然间拉着马停步 没多久 恶不群又赶马来到了 嘻 师妹 你看这四个雪人 砌得多脆拐 岳夫人哼一声 没理他 跟着自言自语地说 咦 在抗野之中 为什么有人砌这四个雪人 令狐冲想 咦 抗野有什么雪人 哦 跟着她明白了 我们四个人全身堆满白雪 搞到师父师娘 当我们是雪人 咦 她的心又害怕了 哇 如果师父一发现我们四个人 事必一剑一剑 她这阵子要杀我们 真是二个借火啊 这阵子听见恶不群就说了 嗯 看不到雪地有脚印 这四个雪人 肯定是拼了很多日 师妹 你们看 好像是三个男一个女 岳夫人就说 我看 哼 个个都差不多 哪有分什么男女 哟 她一声腰渴 就吹马想走 岳不群就说了 师妹 她 你个人这么猴禽 这样 这里在阻止没有人 我们商量一下 岳夫人就拼回她 什么猴禽 我自己回到华山 你喜欢讨好阻冷蟬 就自己跟她上嵩山吧 谁 谁说我喜欢左冷蟬 我好地地 华山派掌门不做 做什么要向她嵩山派低头 是啊 我就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向左冷蟬 认低威 听她指示 虽然说 她是五岳劍派的盟主 只管不了我们华山派的事 五岳劍派合而为一 武林中还有华山派这个字号吗 当然师父将华山派掌门之位传给你 说过什么话 你说出来 呃 恩施要我发扬光大华山一派 那就是了 你如果答应了左冷蟬 将华山派归入松山 怎对得起全下的恩施 俗语都有说 凌为鸡头莫为牛尾 华山派细细细细 都可以自立门户 必须靠人家 岳不群这时候就叹口气话 唉 师妹 我会 恒山派定闲定日两位师太太武功 和我们两个相比 你说哪个高哪个低 没有比过 我看得差不多 你问你干什么 哼哼 我看得差不多 这两位师太丧身在少林寺 那时候 九情是被左冷蟬害的 令狐冲的心跳了一下 他本来早就疑心是左冷蟬做的手脚 不是哪有人那么好功夫呢 少林武当两派的掌门武功虽然高 但是都是有道滋事 决不会做这些因质事 宋山派几次围攻恒山三定不得手 这次肯定是左冷蟬亲自出马 任我行那么厉害的武功 尚且都摆在左冷蟬手下 恒山派两位师太 当然不是他敌手 听见岳夫人说 是左冷蟬害的 那又怎样 你如果拿到证据 就应该邀襲政教中的英雄 一起向左冷蟬问罪 帮两位师太伸冤说恨 那才是 哎呀师妹 一来又没有证据 二来又是强弱不敌 什么强弱不敌 我们叫少林派方正主持 武当派冲虚道长出来主持公道 看看左冷蟬又敢怎么 哎 只不然方正主持还没请到 我们夫妻已经好像恒山派的两位师太似 哎呀 你说左冷蟬会下手害我们两个 哼 你船头荒鬼船尾荒賊 怎么出来江湖走啊 令狐冲听到暗暗佩服 哎呀师娘虽然是女流之辈 豪气性苏眉 恶不群就跟着说 哎师妹 我们两个人死了不紧要 知有什么好处 左冷蟬暗中落手 我们死得不清不楚不明白 到后来 他不是一样可以开山立牌 创成什么五岳牌 说不定 他还会捏造个难听的罪名 强加在我们头上 这样一说 恶夫人就没声出了 恶不群又继续说 我们夫妇一死了 华山派门下弟子 就成了左冷蟬砧板上的鱼肉 任他宰割 不管怎么样 我们怎么都要跟凌珊着想一下才行 岳夫人呜了一声 好像被丈夫说得心慾 隔了一阵 她说 唉 那我们 暂且不去揭穿左冷蟬的阴谋 照你的说话 表面上和他客客气气肤显 抠机会 是啊 这样才对 师妹 你肯答应多好呢 林平之那部家传的辟邪剑铺 偏偏又被令狐冲这个臭小子落了格 如果他肯给平之 我就等弟子学一下 那就不用被左冷蟬欺罢了 哎呀 你这个人 还疑心匆匆拿了那部辟邪剑铺吗 少林寺中一战 方正大师冲墟道长这些高手 都说他的精妙剑法是得自封师叔的真传 难道你连方正主持的说话都不信吗 令狐冲听见师娘这样帮自己说说话 我心里很感激 真的忍不住想撲出去抱着他 突然间 他的头壳被人拍了两下 令狐冲心想 糟 难道我们被人发现了 各位 任我行这阵时寒独还未去清 如果恶不群夫妇向他动手 他又会怎样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各位 上次那位令狐冲听着恶不群夫妇说话 听听下 突然觉得自己头壳顶被人拍了两下 他心想 糟 我们被发现了 任教主寒独未清 师父思良又再向我动手 那怎么办呢 这阵时觉得盈盈手上传过来的耐力 跟着跳了几下 看来 任我行也一样心神不定 但是头壳顶被拍了几下之后 啊 隔了一段时间又没有什么动静 跟着听见恶夫妇就说了 师哥 昨天你和匆匆动手 年气用了浪子回头 蒼蟲迎客 龙玉吹销 萧氏成龙这四招 那是什么意思呢 恶不群就说了 嘿嘿嘿 令狐冲这个臭子 人品虽然不好 之外都是我们养大他的 眼白白地看着他误入歧途 实在可惜 照他浪子回头 我就答应给他重归华山门户 啊 你这样的意思 我知道了 不过 还有另外的两招呢 嘿嘿嘿 你个心祖就知道了 又何必问我呢 好 那看我说得对不对 如果匆匆肯改邪归正 你就答应 把凌珊许配给他为妻 是吗 没错 是 啊 你这样向他示意 是一时的权而知计 还是确有这样的意思先 恶不群就没出声了 令狐冲又觉得头壳顶人 轻轻地拍下了 呵呵 他明白了 是恶不群一边在想东西 一边拿着手在雪人的头顶上 轻轻拍下拍下 就不是说发现了他们四个人 这些恶不群就说 大丈夫一言寄出司马兰罪 我既然答应过他 当然不会反悔 恶夫人就说 哼 不过 匆匆很迷暖的魔教妖女 你是知道的 恶不群就说 不会 他对那个妖女感激就有 迷恋就没有 平时他对凌山那种情景 和对那个妖女就不同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的吗 师妹 啊 那你即是说 匆匆对凌山还未忘情 去 何止未忘情 直情 直情 直情是伤私入骨 他一明白我几招劍招的用意 你不见到他的样子吗 整个亡灾形 昂昂丧丧丧 是啊 就因为这样 你才拿个女儿来做利 想引匆匆上欧 要引到他为了凌山 特意输给你 是不是 令狐冲耳朵虽然即满雪 但是听出师娘这几句说话 充满愤怒和讽刺的意思 咦 师娘一向来很尊重丈夫的掌门身份 绝对不会用这样的语气 来和他说话 可见师娘生气得如何呢 听见岳不群就说了 哎 师妹 原来连你都不明白我的用心 我自己的得失荣辱是小 哦 华山派的轻衰成败是事大 如果我可以劝福令狐冲 令他重归华山 就可以一举四得了 啊 什么一举四得 咦 令狐冲剑法高强 远胜于我 他是拿了辟邪剑谱也好 是得知丰师叔的传授也好 他如果重归华山 华山派声威大振 名阳天下 这是第一张大事 左冷禅吞拼华山派的阴谋 固然难以得逞 嗯 连恒山泰山恒山三派也都保存着 这是第二张大事 他重归正教门下 令魔教不单只失去一个得力的助手 反而多了个大敌 正盛邪衰 这是第三张大事 师妹 你说对不对呢 那第四张呢 第四张啊 我夫妻失下无止 向来当匆匆是亲生子一样 只会能够改邪归正 我们一家团圆 岂不是天大的喜事 令狐冲听到这里 哇 不由得心神激荡 撐点叫出声师父师娘 听见岳夫人就说了 哼 凌山和平芝情投意合 难道你又那么印心 硬拆散他们两个 岳不群说 哎 我这都是为了凌山好 为了凌山好 凌芝勤勤勤勤勤 规规矩 有什么不好呢 是 凌芝虽然是用功 知他和令狐冲比 真是蚊比和牛比 这小子拍马都追不上 哼 离谱话法 武功强就好丈夫 是 不是 我是想匆匆改邪归正 重入本门 不过他胡闹任性 轻浮好走 凌山如果嫁着他 是非让他误了终身 哎 师妹 反正我都是枉费心机 这个臭小子 已经弱不可救了 我们这些说话 现在都是浪费口水 师妹 你还那么生气我吗 这时候令狐冲的心就很惭愧 哎 师娘说我 胡闹任性 轻浮好走 的确是平得好 不过如果我真的能够娶到小师妹为妻 难道我会辜负她吗 绝对不会 慢慢不会 我会改的嘛 这时候 听着岳不群夫妇一路说 就一路走远了 令狐冲心乱如麻 反复想着师父师娘先头的说话 竟然忘记了运功 突然 一道寒气 由手掌心涌上来 他当堂打了个冷震 觉得整身冬都入骨 连忙就运功抵禹 一运运急了 忽然觉得内息在左边肩膊上塞住 没有办法通过 他急忙提气运功 但是他练这些吸星大法 只是依据铁板上所刻的要决 无私自通 种种细微精傲的地方 未得明思指点 这阵时这样硬充当 内息反而叉开得更加厉害了 开始 是左手臂慢慢僵直 跟着 就到左边小掩 左边腰骨 顺着向下 整条左脚都避免了 麻木了 令狐冲又怕又急 叭大口想叫 但是发现 连口唇都没办法移动 就在这阵时 又有两只马跑过来 听见有人说 这里的马蹄这么集乱 爹娘在这里停留过 就是恶灵三把声 令狐冲又惊又喜 哎哟 为什么小师妹 这么巧又来了 听起来我一个人就说 师傅的脚伤了 千万不要有什么事 我们快点跟着马蹄印去追 这个是林平之把声 令狐冲心想 马蹄印到雪地上 一个个哄 小师妹和林师弟追师傅师娘 所以一直追到这里 听到岳灵三忽然叫 哎 林仔啊 你看看 这四个雪人多好玩 手拉手 一排的歧视 林平之就说 哎呀 这里左紧都好像没有人家 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 砌雪人玩 哎林仔啊 我们又砌两个雪人玩一下 好不好 说完 他就翻身落马 捧起一堆雪就要砌了 林平之就说 哎哟 我们还是去找师傅师娘紧要 找到两位老人家之后 我们慢慢再砌雪人玩 都没迟 嗯 这个人常常都这么素兴 我的脚受伤 站在马上 不是好像和武商一样 否则 否则 有我娘在她身边 还怕有人敢得罪他们 是吗 他两位相见中环江湖的时候 你都没有出世 是 是就是这么说 不过师傅师娘 不过师傅师娘未曾找到 我们在这里挂着玩 我个心硬是不安乐的 好吧 好吧 就听你的了 不过找到我爹娘亲之后 你要陪我 砌两个好看的雪人 知道吗 哦 我知道 我会的了 令狐冲心想 哎 林师弟老实听话 怎么学得我这么轻浮呢 比如 小师妹如果要我陪她砌雪人 就算有多大事 我都不理那么多 偏偏小师妹又这么就得林平芝 虽然她不喜欢 但是没有洗脚啊 她平时对我 哪有这样的呢 啊 听林师弟的身体又好像挺好 不知道上次那一剑是哪个砍她的呢 小师妹又赖了我 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岳灵山和林平芝的说话 不记得自己全身僵硬 一这样一来 適合及姓大法行功的要权 无所用心 运不在意 左脚和左腰呢 慢慢慢慢就没有那么悲 接着听见岳灵山就说了 哈 我 不砌雪人就霸蟑螂 我要在这四个雪人身上写几个字 山声 拔出长剑 令狐冲又下颈了 哎呀 她要拿剑在我们四个人身上乱那么滑那么刺 那还能够了呢 想说出声叫 想说出手阻止 但是 口也不能动 手也不能动 只听见 嘶嘶嘶嘶嘶 几声响过 岳灵山已经拿剑尖 在向民天身外积雪上画了字 一路画过来 画到令狐冲身上 哎呀 幸好她画得很浅 没有画穿那些雪 刮到令狐冲 令狐冲这阵时又想到 啊 不知道小师妹在我们身上写了些什么字呢 这阵时听见岳灵山游游声就说了 平之 你也来写几个字 林平之就说 好 那接个把剑 嘶嘶嘶嘶嘶又写完了 听见岳灵山就说了 对了 我们两个 一定要这样 过了很久很久 他们两个都没有出声 令狐冲就更加好奇了 啊 他们两个 一定要怎样呢 哎 只有他们两个走了之后 任教主身上的寒气去清散了 我才捐出雪堆 哎呀 糟 到时我的身一动 雪就跌落地 那他们在我身上画的字 就全部掉了 什么都看不见了 又过了一阵 忽然听见尼远 一阵马提声 隔得还很远 显然是向这边跑来的 令狐冲听出 起码有十几只马那么多 他心想 嗯 可能是本派其他的师弟妹来 听着马提声越来越近了 但是林平之和岳灵山两个 还没有任何动静 听着那十几只马 从东北角一路跑来 到没有多远的地方 他们就分开两边包抄来的 令狐冲一听 心想弄了 离人不怀好意 突然之间 听到岳灵山 哎呀 有人来了 十几匹马就发力跑过来 跟着 两声 两支长箭射刀 那两匹马 重箭倒地 令狐冲心想 哇 这帮人武功很强 用心很恶毒 先射死小师妹和林师弟的坐骑 让他们先不走 跟着就听见十几个人大声在腰壳 一路赶马过来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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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 小孩子 你们是哪一家 哪一派的门下 林平之就说 在下 华山派门下 林平之 这个是我师妹姓岳 我们大家素不相识 你们为什么射死我们的坐骑 嘿嘿嘿 华山门下 啊 啊 你们师傅 就是那个比武输了给徒弟 叫什么 君子剑岳先生 是不是啊 哇 令狐冲听到心痛啊 这帮这样的东西 我得罪师傅是昨天的事 但是一会儿 那么多人知道了 哎 我累到师傅被人这样恃笑 真是罪业深重 听见林平之就说了 哼 令狐冲品行不端 屡犯门规 一年之前 早就已经被师傅赶出华山派门牆了 他意思就是说 师傅虽然输了给令狐冲 但是只是输给外人 不是输给本门的弟子 那人就说了 哈哈哈哈 啊 这个姑娘子 姓岳 是岳不群的什么东东啊 岳灵山就生气了 屁 关你什么事啊 你射死我的马 你赔发那马 你赔发那马给我 哈哈哈哈 啊 又挺残忌的啊 是不是 是不是岳不群的小老婆来啊 接着听见 其余的十几人就哼哼哼声笑 令狐冲越听越害怕 这帮人 并非是正派人物 可能对小师妹不利了 林平子就说了 国下是江湖前辈 说话为什么这么不干净啊 我师妹 是我师傅的千金 啊 哈哈 哈哈 原来是岳不群的大小姐啊 哎呀 真是浪得虚名啊 旁边有个人就特地问了 老大哥啊 为什么是浪得虚名呢 那个人就说了 嘿嘿嘿 我听人家说过 岳不群的女儿是很飙青的 算是后一辈人物中的美女 只一见之下 也不过如此 哎呀 哎呀 这个姑娘仔 是 样子是一般啊 不过看那些皮肉呢 白酸酸滑烈烈 真是好像剝殼鸡春那样 哎呀 如果你说剝开了它来看 又会怎样呢 哈哈哈哈 哎呀 听这班人这样笑作 真是茶瓜送饭啊 好人有限啊 那 令狐冲这阵时 在帮任我行散工 不能动 林平之岳灵山会怎样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各位 上次说到令狐冲运工 帮任我行化解身上的寒气 不经不觉 他们几个人全身被雪花盖住 就变成了四个雪人 他听着岳灵山和林平之 被一班歹徒围住 示意污辱 人无可忍 出来一眼 从直说中飙了出来 右手拔出腰间 长剑 左手上想抹眼上的寒气 怎知左手在动 不听使 动不行 在众人惊呼声中 他马上拿右手抹眼上的雪 一见到光 长剑递出 啊 啊 有三个大徒 颈喉中剑 他轮回转身 撒撒 两剑 又刺到两个人 眼见有个大徒 抓住岳灵山双手 将他双手 离转背后 另一个大徒 就站在他身前边 拔刀想迎敌 啊 令狐冲长剑刺入他左边 小掩 由脚底高 咚 一脚拔开他 拔一把剑出来 接着听见后边有人偷袭了 他不来回头 反手两剑 刺中背后两个人的胸口 啪 把声血飙出来 哎呀 这一下变故突然之极 令狐冲连气 杀了九个人 真是打个乞丝 这么久 带队那个大徒 就一声腰渴 没动两块铁皮 就扔到他的头壳顶 令狐冲 按起长剑 从他两块铁皮中间穿入 直刺他左眼 哎呦 那人大叫一声 就即时发低 令狐冲又轻回转身 横削直刺 又杀了三个人 那死剑那四个大徒呢 咦呀 嚇到魂飞拍散 走啦 四个人是契弟走得摸了 令狐冲一字追一字话 哼 你们几个死产虾 小师妹 一个一个都要死 他耐力充沛 兼且又发光 有三个先后 就被他追上杀死了 剩下最后那个惊到 哎呦 脚子远远走不动 跪在地上就跌跌震 令狐冲过去 拿劍摘着他的颈喉 誓一声闻 先头那一男一女 在雪人身上写了些什么 那个大徒就声震震地说 是 是 是写了 海枯 海枯石烂 两情 不 予 唉 自从世上有海枯石烂 两情不渝 这八个字以来 说得如此 胆战心惊 失魂落魄 都怕是第一次了 令狐冲呆了下 下 是海枯石烂 两情不渝 不渝 心里猛 吓 长剑送出 那个大徒就当堂死静 他另回转身 见到岳灵山这阵时 扶起林平之 两个人 整身整面痴满血 林平之 向令狐冲 抱一下拳 就说了 多谢令狐兄相救 令狐冲就问 不要这样说 你先头有没有受伤 没有 没事 令狐冲指 现在地下两行马脚印就说了 来 师父师娘 从这里走开了 这阵时 岳灵山拉了两匹马过来 翻身上马 对林平之就说了 林仔 我们快点去找爹娘亲 说完 他望望令狐冲 但是没出声 跟着令狐冲 提起姜城 涌 顺着我北群坐骑所楼梯的马蹄ique 两人赶马到走 Depression 一路走不远 令狐冲 致狐冲的狐冲看着他们两个的背影 差点连任我行、向问天,影影的三个走过来 他一見任我行走得動 就很開心地問 任教主 先替我塞塞驚走開 有沒有害到你 任我行就苦笑著說 我沒事 不過你自己就慘了 你一見左手怎樣 左手的經脈不順 氣血不通 不聽洗 嗯 那就有手未跟 要慢慢想辦法才行 先頭你救了惡家大小姐 總算是報了師門之恩 以後你們大家不欠什麼情 任我行講到這話 然後又問向文天 嘿 盧老大是怎樣搞的 這麼骯髒骯髒的事情 他都做得出來的 向文天就說 啊 教主啊 我聽盧老大的口氣說 好像是想捉惡靈山地 返向黑木牙行波 任我行就說了 嗯 難道是東方不敗的主意 他和惡不群這個偽君子 又有什麼爭招呢 令胡聰指著地下的屍體就問 哦 原來這些歹徒是東方不敗的屬下 任我行就說 嘿 是我的屬下 蛤 瑩瑩就馬上插嘴說 爹啊 別的事別說了 聰哥的左手 怎樣才能好得回來的 哈哈哈哈 你不用擔心 那女婿這樣幫爹拘除韓毒 我這個做外父的 沒理由看著她的手 都不幫的 哈哈哈哈 爹 你別亂說了 聰哥自小和華山岳小姐 青梅竹馬 一起長大的 哈哈 岳骨裙這個偽君子 算什麼 她的女兒和我的女兒比嗎 況且 她的女兒早就後了另一個男人了 爹啊 聰哥為了我大鬧少林 天下皆知 又為了我不願意重歸華山 只是這兩件事 我都夠了心足了 另一件事 還有什麼好提呢 任我行知道自己的女兒很硬頸 很好勝 令狐聰既然未提出求婚 在這時候說這些話那麼多 就反而反效果 當時她就說了 哈哈哈哈 好好 好 終身大事 慢慢再談一下 現在 讓我來教阿聰打通左手經脈的秘訣 先 說完 她就叫了令狐聰走到一邊 跟著就將怎樣運氣 怎樣通脈的秘訣 教了給她 還說明 要七天之後才能好得回來 然後 她就再叫向文天和瑩瑩過來 她就說了 阿聰呀 那天在孤山梅宗 我請你入我日月神教 當時你不肯 今天情勢又不同了 老夫救世重提 這次 你不會再推三推四了吧 令狐聰還想想想想的 任我行又繼續說了 你修煉了我的吸聲大法 後患無窮呀 人家的真氣 會在你身體裡發作 到時候 真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老夫說過的話 不會反悔的 你如果不去日本教 就算瑩瑩嫁了你 我都不會教你怎樣化解的辦法 哼哼 現在 我們要去向東方不敗算帳先 你跟不跟我們去啊 只見令狐聰就說了 任教主不要見怪 晚輩還是那句說話 不入日月神教 啊 任我行向問天地當堂惡然 向問天就馬上問了 那為什麼啊 是不是看不起我們日月神教啊 那麼 令狐聰指下地下 那十幾條死屍就說了 哈哈 日月神教到這麼多這些人 我雖然 那個人衰 都不想跟他們一班的 再說啊 我又答應過定閒師太 去做恆山派的掌門 任我行突然指著令狐聰 嘎嘎聲笑 哈哈哈哈哈哈 你 你要去做師姑 去做他們的掌門人 令狐聰說 我不是去做師姑 是去做恆山派掌門人 定閒師太臨死的時候親口求我 我如果不答應 老師太死都不眼閉 定閒師太為我而死 晚輩明知這件事 誓逼蟹人聽聞 才沒有辦法推堂啊 任我行慢慢收著笑聲 他說 哈哈哈哈 那你是授人之託 忠人之事 好 那也好 我是老怪 你是小怪 沒有驚世蟹族之事 何以成驚天動地之人呢 好了 我不阻礙你上恆山 令狐聰就立刻攻身行禮 任教主 向大哥 我 瑩瑩 那我們就 就此分手了 任教主 你們幾時去黑木岩呢 任我行就說 哦 這些是本教 教來的事 不用外人操心 他知道令狐聰這樣問 是想到時拔刀相助 共同對付東方不敗的 即時就一口拒絕了 話說令狐聰一個人走開了 那便走開了幾天 這天下午 是一間酒樓裡喝酒 他見到街上人來人往 家家戶戶正在那裏預備過年 一片喜喜揚揚 他自針自飲 心就想了 唉 往年在華山 師娘早就督著眾師弟妹到處打掃 磨蓮糕 扮蓮火 做新衣 小師妹又展定不知多少槍花 熱鬧非凡 唉 至今年 我就孤零零在那裏喝酒 正在那裏煩惱的時候 見到有幾個人一路走上樓梯就一字講話 唉呀 這麼鬼的頂渴 上來這裏喝幾杯 歎一下世界都挺好的 另一個就說了 唉 就算不頸渴 喝幾杯 難道就不好了 又有一個人說了 喝酒還喝酒 頸渴還頸渴 兩件事怎麼可以一起的 唉 令狐聰一聽 就知道陶谷六仙來了 開心到什麼 立刻說 六位陶兄 快點上來 和我一起喝酒 突然一聲響 陶谷六仙一起飛身上樓 飆在令狐聰身邊 抓住他就吵吵閉 說是我先見到他 說是我先捉到他 那 令狐聰就奇怪了 喂 你們六個又搞什麼鬼呀 陶老大就噔噔噔走到酒樓窗口邊 對著街下面就大聲叫 喂 我陶老大找到令狐聰公子了 你們這些師姑 快點拿一千兩銀來 陶老大也跟著走過去叫 喂 是我陶老大也第一個見到他 你們那一千兩銀給我陶老大也才行 不是給別人就不端到的 跟著 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幾個都爭著說 是自己找到令狐聰先的 無奈 聽見有幾個人就急急腳上來了 當先一個正是恆山派弟子兒和 後邊跟著四個師姑 另外有兩個很年輕的 是鄭岳和秦娟 他們一見令狐聰 當同是蓮子蓉那樣面口 但是陶谷六仙呢 一起伸開手 攔在令狐聰面前就說 喂喂喂 你們不要走過來 記住不給一千兩銀 我們就不放人 令狐聰就說 啊 我猜到了 當然是這幾位師姐師妹有事找我 托六位來幫助尋訪 你們一開口就要一千兩銀 是不是呢 陶老大就說 哦 我們一開口拿一千兩銀 那就開天殺價 如果他們懂得做生意的 那就落地還錢咯 啊 怎麼知道他們是鬼死那麼大方啊 一口就答應給一千兩銀我們咯 恆山派的兒和就說 沒錯 陸委幫我們找到令狐掌門 我們恆山派應該奉上文銀一千兩的 陶谷六仙一聽 齊齊摊大手掌就說 拿來啦 拿來啦 兒和又說 啊 那麼我們出家人 怎麼會帶這麼多銀在身呢 麻煩陸委跟我們上恆山拿啦 他以為陶谷六仙當然是怕麻煩 不去的 嘿嘿 誰知道那六隻騎來拐著一齊說 嘿嘿 那好啊好啊 那我們就跟你上恆山 免得你賴帳啊 令狐聰就笑笑口說 嘿嘿 那麼恭喜陸委發大財了 區區在下都賣得這麼高價錢的嗎 陶谷六仙這時候笑到見顏不見顏 哎 我們現在都吃了底了 令狐公子啊 簡直是無家之寶啊 那麼令狐聰和陶谷六仙說說笑笑 然後我們一班女弟子向恆山進發 沒有幾多天 他們就上到恆山的主峰 見勝峰的峰頂 那麼恆山派的主岩 毛色岩呢 是做很小的岩堂 在岩堂旁邊有三十多間木樑瓦屋 分別是由眾弟子居住啊 令狐聰見到毛色岩就得前後兩進 和宏偉的少林寺相比啊 哎 簡直是螞蟻比大將就沒得比 他入到陰堂 見到堂上供奉一尊白衣觀音 四圍一陳不掩 陳切簡陋 哎呀 真是想不到恆山派威震江湖 陰堂竟然是這麼簡陋質破 他向觀音神像跪拜園 由儀和帶著 就去到定閒師太平日靜修的房間 但見整間房空框框 就得地上有個舊袍團 其他什麼都沒有了 哎呀 令狐聰的人最喜歡熱鬧 又喜歡喝喝吃吃 叫他在這間靜如紫水的房間裡清修 拿命啦 只如搬點酒啊肉啊之類的東西上來這間房間 又太過不像樣 各位 這一魂真的收到令狐聰了 那麼他在這裏蹲不蹲得下去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各位 上次那個令狐聰上了恆山 哎呀 見到恆山派的主音毛色音 十分簡陋質破 哎呀 他這個人就喜歡熱熱鬧鬧 喝喝吃吃 叫他在這間靜如紫水的地方來清修 拿命啦 他就對怡和說 呃 派宗的弟子呢 都是女樓 我是一個男人 嘿嘿 住在這個暗堂裡 住多不便的 不如在暗外邊搬空一間屋 等我和陶谷六仙進去住吧 怡和就說 哦 這樣也好 風西扁有三間大屋 原來是客房來的 專門給本派女弟子的父母兄弟上風探望那間住宿用的 掌門人如果適合心水 那就暫時在裡頭住著先 等第二天我們再幫掌門人建一間屋 令狐沖心想 嘿 起什麼新屋啊 難道要我一輩子在這裡做恆山派掌門人嗎 第二天我一找到合適的人選 只要恆山弟子都服了他的 我就立刻讓掌門人的位置給他 自己去江湖的逍遙快活好過了 去到風西那三間客房 裏頭有床鋪被席 碗碟台燈 和一般的人家就沒有什麼兩樣了 而我請令狐沖坐下來之後 就說去拿些燒酒來給他喝的 令狐沖一聽就惡煙了 什麼 山上邊有酒 這件事令他喜出望外 而我就說 不止有酒 還是靚酒來 而林小師妹聽說掌門人你要上恆山 說如果沒有靚酒 怕你這個掌門人做不來 我們就留夜派人下山 賣了幾十情靚酒回來 那麼當晚 令狐沖和陶谷六仙痛飲了一頓 第二天早上 和於嫂、怡清、怡和地 商量如何去少林寺 拿回兩位師太的骨灰 如何為三位師太報仇 只見怡清就說了 令狐公子接應恆山掌門這件事 要公告武林同道才是 同時要告訴五岳劍派的盟主左思白知 而我就說 我師父是被松山派這批奸賊害死的 兩位師叔 方又不是他們落的毒手嗎 告訴他們做什麼 疑清就說 哦 禮數不少得 讓我們查明真相 如果三位專師 真是被松山派害死的 到時 在掌門師兄率領之下 自然會向他們問罪 對呀 令狐聰就說 嗯 這樣也對 不過這個掌門人呢 我做就做了 不過不用行什麼典禮 他記得小時候 自己師父接任華山掌門 禮節多多 上山來祝賀觀禮的武林同道 多到數都數不完 他又記起恆山派的劉政鋒金盆洗手 恆山城中也是群號齊襲 自己出任恆山掌門 那來祝賀的人如果寥寥無幾 就未免太過丟架 如果來祝賀的人很多很多 見自己一個男人做了整群師姑的掌門人 又未免可笑 他真是心大心小 疑青就很明白他的心意 馬上說 啊 那反正掌門師兄不想驚動武林朋友 到時就不請賓客上山觀禮 不過 我們怎麼都要定下正式就任的日子 知會四方 令狐聰心想 恆山派是五岳劍派之一 掌門人就任如果太過韶利 又有選恆山派威名 想到這樣 他就額頭答應了 於是他們就選了二月十六這一日吉日 來行接任掌門人的典禮 跟著他們就派遣弟子 有些去少林寺 拿定閒定日兩位師太的骨灰 有些就去向國門派分送通知 打後 令狐聰就日日幫留守山上的弟子練劍 不經不覺就過了一個月左右 落山傳訊的弟子就陸陸陸陸回來 十個八個都面懵懵 說話的時候就吞吞吐吐 令狐聰也不用去問 知道他們實在被人浪費 說他們一班師姑 要個男人來做掌門之女的事 所以也免得問那麼多 華山派那頭的書信呢 是由于嫂和移民兩位老城池的弟子去送的 華山和恆山相隔不算遠 案政就應該早點回來 但是人人都回來了 就說差于嫂移民還沒回來 看來就來到二月十六 始終都不見他們兩個人的面 當時又派多兩個弟子前去接應 那眾弟子想著各門各派都沒有人上山來祝賀官禮 亦都不準備奔客的食宿 大家只是撿屋洗地 將幾十間屋打掃得乾乾淨淨淨 就算了 二月十六一早 令胡聰起身走出屋 望到見勝風上 間間屋前張燈結彩 佈置得一片喜喜揚揚 唉 他見到又慚愧又感激 心想 因為我的緣故 令到兩位師太慘死 恆山眾弟子不止沒有責怪我 反而一心一意擁護我做他們的掌門人 以後我令胡聰幫不到三位師太報仇 真是枉自為人 想到這裡 忽然聽見山咬後面有人大聲地叫 阿林 阿林 阿爹來看你了 你說好不好啊 二林聽到叫聲 連忙走出無色音 阿爹 無奈 由山咬後面 有個神高神態的江頭和尚走過來 他正是怡臨的父親 北戒和尚 北戒後面還跟著一個和尚 他這兩個人走得很快 喳喳聲 轉眼就走到令胡聰的面前 北戒和尚就說 令胡公子 你受重相居然不死 還做了我女兒的掌門人 是聰明的 令胡聰就說 這是託大師的福 二林走上去 拉著父親的手很親熱地說 爹 你知不知道 今天是令胡大哥 接任恆山派掌門的好人 你專程來祝賀他嗎 嘻嘻 還用說 我不止來祝賀他 我是來投入恆山派的 大家都是自己人 令胡聰就有點惡然 什麼 大師 要投入恆山派 是啊 我女兒是恆山派 我是他老爸 那我當然是恆山派的人 哈 我聽到別人笑你啊 說你一個男人 來做什麼 師姑女人的掌門 哈 他那個仆街 我就說 你這個臭小子 你猛的 恆山派怎麼會全部是師姑女人呢 老子就是恆山派的 你看老子是不是師姑 不對 我抬開褲子給你看看 嘿 我一抬褲子 嚇到那個臭小子 雞的腳就走了 哈哈哈哈 令胡聰和怡林都笑到掩著肚子 怡林就說 爹呀爹 你做親事都這麼粗魯 不怕人家笑你的 北界和尚就說了 嘿嘿 那我不讓他看清楚 那連我是師姑還是和尚都不知道 喂 令胡聰兄弟啊 我自己入了恆山派到未止啊 還帶了個徒孫來 來來來來 不可不戒 快點來參見令胡聰掌門 那麼他在講話的時候 跟著他上山的和尚呢 就一直背轉身 不讓令胡聰見到的 這時候就轉過身來 好尷尬地向令胡聰笑笑 咦 令胡聰一見 就覺得這個和尚很面善 只一時就想不起他是誰 過了一下 哎呀 先認出 他居然是萬里獨行田柏江 不由得大為驚奇 哎呀 原來是田兄李呀 那個和尚就正是田柏江 他苦笑一下 公身向怡林行個禮先 參 參見師傅 二林就說了 你 你為什麼出了家 是 是不是假扮的 北戒和尚就很有趣地說了 嘿嘿 什麼假扮啊 貨真家實 同手無器 的確確是個和尚來 不可不戒 不可不戒 你的法名叫什麼 說給師傅聽 田柏江就對著二林說了 師傅 太師傅幫我起了個法名 叫什麼 不可不戒 二林就奇怪地問了 什麼 什麼不可不戒 名字這麼長 北戒和尚就說了 嘿嘿 什麼長啊 佛經道菩薩的名字長得多 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觀世音菩薩 名字還不夠長 他的名字只有四個字 怎麼會算長呢 二林押頭就說 哦 原來是這樣 他 他出了家了 爹 是不是你收了他做徒弟呢 北戒和尚就說 不是 他是你徒弟嘛 我是他祖師爺 不過 你是師姑仔 他拜你為師 如果不做和尚 就有損恆山派的明星 故此 我就勸他做了和尚先 嘻嘻 你勸他做和尚 爹 你是強迫他嗎 是不是 什麼 什麼迫啊 他是自願家 出家不可以逼 這個人 沒什麼 就是一件事不好 所以我就跟他起了個名字 叫做不可不戒 二林一聽見 他臉就微微一紅 明白了爹的用意 因為田柏江這個人 貪花好色 所以爹呢 幫他起個這樣的法名 接著聽見北戒和尚又說了 那我的法名叫做不戒 什麼清規戒律 一來不戒的 但是你這個田柏江在江湖上好事多為 如果不戒 就怎麼做得我女兒的弟子呢 寧胡公子啊 你都不歡喜 是不是他不戒 他將來啊 全我衣撥的嘛 所以他發名裡頭 是不是要有不戒兩個字呢 忽然聽見有個人就插嘴說了 哦 不戒和尚 和不可不戒 投入恆山派 我們屠谷六仙 也是恆山派的了 正是屠谷六仙到了 講說話當然是屠老大 令狐聰心想 恆山派既然有北戒大師和田柏江 那就不爭再收埋屠谷六仙了 免得江湖上說 令狐聰是一班師姑女人的掌門 於是他就說了 啊 六位屠兄如果肯入恆山派 那就至好不過了 屠老二忽然間說了 哈 不戒的弟子 叫做不可不戒 那不可不戒將來收了弟子 發名叫什麼好呢 屠老三就說了 啊 不可或者不戒的弟子 發名裡頭就要有不可不戒四個字 那就可以稱為 當然不可不戒 就是了 陶老四就問了 那當然不可不戒的弟子 那發名又叫什麼 就在這陣子 聽見上山那條路人聲吵雜 見聖鋒這樹呢 向來都清靜的 哪有試過這麼多人聲吵吵閉的 令狐聖鋒 令狐聖正在驚奇 見到狠狠聲有幾百人湧上來 當先一人離遠就大聲地說了 好 恭喜令狐公子啊 你今天大喜大喜啊 這個人又矮又肥 經是早千秋 他後邊有王寨主 司馬島主 南鳳王 莫北雙雄的一班人 那這班人曾經跟著令狐聖 攻打過少林寺 經過一場生死搏鬥 已經患難之交 然後眾人一見面 紛紛湧上來 為實令狐聖十分親熱 祖千秋又說了 我們大家聽見令狐公子 已經接了聖姑出少林寺 個個都很開心 公子出任恆山派掌門 這件事早已空洞江湖 大家今天如果不想來祝賀的 還算是人來嗎 那這班人豪邁爽快 三言兩語幾句說話 已經笑成一片 令狐聖自從上了恆山之後 經常對著一班師姑女人 說話做事都很謹慎驅促 現在突然撞到那麼多老友 當堂聲音都多了很多 只見黃寺主又說 我們是不促之下 恆山派未必準備了給我們有東西吃的 我們自己也擔走飯菜上山 你們不用憂心的 令狐聖心想 說話說 是 那就最好了 咦 不過現在這樣的情形 好像當年五八江上群豪大會一樣 這時候司馬島主又說 令狐公子 我們自己人不用客氣 你那些女弟子 詩詩文文 不用來招呼我們這些粗人 大家自貶就可以了 大家自貶就可以了 這時候 見勝風上已經喧鬧一片 恆山中弟子 怎麼都想不到 有那麼多賓客來祝賀 個個都十分興奮 只有那些見多釋港的老弟子 察覺到來祝賀的人客之中 不倫不類 雖然有不少是知名人士 知道是邪派高手 也有很多綠林英雄 黑道豪客 恆山派門櫃好嚴 眾弟子人人傑身自愛 就算和政教人士 也很少交往 這些旁門左道的人物就更加不理 他們竟然一窩蜂湧上風來 但見掌門和他們擁抱拉手 神太親熱 唯有在心裡暗沉幾句 不敢出聲 到了中午 有幾百個男人 那些人擔著雞鴨牛羊酒菜飯麵上風 靈媒衝心想 見聖峰頂供奉白衣觀音 自己一做掌門人 立即大魚大肉殺豬湯羊 未免對不起恆山派歷代祖宗 當時就叫了這些人 去半山腰打造煮飯算了 不然在暗旁邊攪著 那些人在半山腰一開火 哇 一陣陣酒肉香氣就飄上風來 搞到那幫恆山女弟子就皺了眉頭 群紅吃完飯 每個人在毛色鵪前面坐空地坐好 令狐聰坐在西邊邊 幾百名女弟子按照大勢順序站在他後面 就等著吉時一到 行接任之禮 忽然間看到滴滴答答 又有人奏惡打鼓地上來這裏 這幫人有成一百幾十個那麼多 有兩個穿黑衣的老伯就走過來先 他們說 日月神教東方教主 委派假暴上官雲 前來祝賀令狐大俠 榮任恆山派掌門 公祝恆山派發揚江大 令狐掌門威震武林 哇 連魔教的人都來祝賀令狐聰做了掌門人 那他們是不是俗語所說的 來者不善就善者不來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各位 上次說到就快到吉時 令狐聰準備行接任掌門人的典禮 忽然 有一百幾十人上到來見聖峰頂 其中兩個老老地的客衣人就對令狐聰講了 日月神教東方教主 委派假暴上官雲 前來祝賀令狐大俠榮任恆山派掌門 公祝恆山派發揚江大 令狐掌門威震武林 嘩 錢一出 群豪也嚇得聲 事關 他們這些旁門左道的人 多數和魔教有陋的 其中有些人還吃了東方不敗的三師老神丹 听见东方教主四个字 即时心惊胆战 群雄就算不懂得这两个老人 也九文其名 左边那个叫做黄面专者 假宝 右边那个叫做雕俠上官云 这两个人武功极高 据说在日月神教中 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这次东方不败派他两个来 可以说是对令狐冲给足面 只见令狐冲走上去就说 在下和东方先生素不相识 有劳两位大驾 愧不敢当 他见到那个黄面专者假布 面色黄禽禽 面皮慢慢紧 两边云章就凸起了 好像藏起了一颗核桃 那个雕俠上官云 长手长脚 双眼囧囧有神 很有威势 可见这两个人内功十分深厚 现在假布就说了 令狐大俠今天大起 东方教主说 本来他亲自来祝贺的 不过 教宗事务凡多 没办法走得开 令狐掌门不要见怪 跟着他就侧侧身 摆下左手 有些薄礼是东方教主的小小心意 请令狐掌门少立 在跌打声中 有几十个大只佬 抬着四十只珠七大箱上来 令狐冲就连忙说了 两位大驾刚临 在下已经感到十分荣幸 如此重礼 万万不敢拜领 还请上福东方先生 说令狐冲多谢了 恒山弟子过惯清苦日子 也不需要用这些这么矜贵的东西 甲鲁鲁鲁嘴笑一下就说了 嘿嘿嘿嘿 令狐掌门 知不知道这四十只箱里头 装着些什么呀 哦 在下当然不知道了 啊 令狐掌门看完之后 实不会再退堂的 这四十只箱里头所装的东西 其实都不是全部是东方教主的礼物 有一部分是应该属令狐掌门所有 我们拿来的只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 令狐冲就奇怪了 什么话 是我的东西 那是什么来的 假步行上一步 小小声说 嘿嘿嘿 里头有很多东西 是任大小姐留在黑木崖上的衣服首饰 和日常用的物件 东方教主命在下送你 以供任大小姐应用 另外有一些是教主送给令狐大俠和任小姐的博礼 嘿嘿嘿 那么多东西混在一起 分都分不开 令狐掌门就不用客气了 嘿嘿嘿嘿嘿嘿 令狐冲这个人就随便习惯了 向来不拘小折 看到东方不败这么诚心送礼来 其中又有很多是形影的衣物 于是他就说 哦 那 那我就多谢了 这时候 只见一名女弟子急急走过来 对他说了 武当派冲虚道长亲自来祝贺 蛤 令狐冲就吓了惊 连望走去迎接 看到冲虚道长带着八名弟子走上风来 令狐冲公身行礼说 有劳道长大驾 令狐冲感激不尽 冲虚道长就说 嘿嘿嘿嘿嘿嘿 老弟荣任恒山掌门 貧道之民不声之喜 蕭林志方正方生两位大师都前来祝贺 不知道他们两个到了没有呢 蛤 令狐冲更加恶然 就在这阵子上山那条路又走来一帮僧人 当先两个大咒飘飘 正是方正住持和方生大师 令狐冲就趕快迎落山说 哦 两位大师亲临 令狐冲名幸之志 方生大师就说 嘿嘿 令狐小俠 你曾经三入少林 我们上来恒山回拜一次 那都是礼上往来 哇 在风顶上群雄见到少林武当 两大门派的掌门人亲身架到 谁不怕 当堂说话都不敢这么大声 恒山众女弟子 个个喜迎于逝 哇 个个心想 掌门师兄真是大面 假暴和上官云对望一眼 站在旁边 对方正方生充虚地上来 看不见一样 令狐冲招呼方正大师和充虚道长坐落 他想 哈 记得师父当年接任华山派掌门 少林派武当派的掌门都没有去到 只是派人祝贺算了 今天他们两个同事一起来 真是向我祝贺 还是别有用意呢 这时候 上山的奔客就越来越多了 这些人 多数都是当日曾经参与 攻打少林寺的群号 什么昆仑派 点仓派 俄眉派 空洞派 乞伊邦等等 但是 松山 华山 恒山 泰山 四派就没有派人来到 无奈 听见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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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炮响 吉时已到 令狐冲站起身 攻身普拳 向着众人团团为礼 大声话 恒山派前任掌门定闲师太 不幸被人暗算 和定日师太同时圆直 令狐冲受定闲师太为命 接掌恒山一派的门户 成众位前辈 众位朋友不弃 大驾光临 恒山派上下 不声感激 挪鼓八音声中 恒山派众弟子排成两行 一路走上来 中间 是怡和 怡清 怡真 怡则四个大弟子 他们双手捧着法器 走到令狐冲面前 攻身行礼 而我就说了 呢 四件法器 是恒山派创派之组 晓风师太所传 向来由本派掌门人接管 请掌门人令狐冲师兄收领 接着 这四个大弟子 就将法器遞给令狐冲 那些是什么呢 是一卷经书 一个木鱼 一寸佛珠 一把短键 接着 怡清就打开一个卷軸 在这里说了 恒山派五大戒律 一届犯上五役 二届同门相产 三届妄杀无辜 四届持身不正 五届结交奸邪 恒山派祖宗遗分 掌门师兄应该身体力行 读书弟子共同遵守 有 是 令狐冲应就应了 直心想 前面三届 一般都没什么所谓 只 后面那一届 不准结交奸邪 唉 难做 今天上风来的奔客 有成半是旁门左道的人士 突然间这阵时 听见上山那条路上又有人叫了 五岳剑派左盟主有令 令狐冲不得接掌恒山派掌门之位 在呼喝声中 有五个人呆呆声跑过来 后面是跟着几十人的 那当先这五个呢 一人拿着一面錦旗 正是五岳剑派的盟旗 他们走到令狐冲面前就站定了 其中有个矮嘴嘴 黄炮散熟的人 就对令狐冲说 恒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 要遵守左盟主的号令 令狐冲认得这个人 他姓洛明厚 花名叫做大阴阳首 是松山派一名高手来的 令狐冲就说 在下接掌恒山门户之后 是不是还加盟五岳剑派 还未曾商量碰呢 那这时候 他后面那几十人 都陆陆续续上到封顶了 原来是松山、华山、恒山、泰山 四派的弟子 华山派的八个人 都是令狐冲当年的师弟 但是林平之就不在里头 那这几十人就分开排成四行 手禁兼兵 一声不出 这时候落口就大声说 恒山一派 一向是由出家的女人来执掌门户 令狐冲身为男子 岂可坏了恒山派几百年来的规矩 他呀 令狐冲就说 规矩是人创 亦都可以由人所改 这些是本派的事 和旁人毫不相干 那这阵时群号之中 有些人就骂我个落口 欺有此理 恒山派的事 要不要你松山派来管 有些人就说 神经病 你还不快滚 打死你 落口这阵时就对令狐冲说 哈哈哈哈 那些口出胡言之人 你都干什么 令狐冲就说 哦 那些都是在下的朋友 上风来是官礼的 哦 嘿嘿嘿 那就对了 恒山派五大戒律 第五条是什么 令狐冲心想 哦 你这样是有心跟我过不去 好 我就跟你斗到底 想到这样他就说了 哼哼 恒山五大戒律 第五戒是不得结交奸邪 不过 好像洛卿那样的人 令狐冲是不会跟你结交的 嘿 群豪一听 即是啪啪声 啪爛手掌 是啦是啦 奸邪之徒 快点滚开 那落口 和松山华山等各派的弟子 看到这样的声势 都想到敌众我寡 如果对方反面动手 那就糟糟都没那么糟了 落口心想 嘿 左思哥这次就失策了 他想着见圣风尚冷冷清清 不过是那些恒山派的师姑女人 我们四派几十个高手 一来都可以制得他们住 令狐冲剑术虽然好 我们趁他手中无剑那时 师兄第五个突然间以拳脚夹攻 一定可以拿去狗命 哎 怎知来祝贺的奔客这么多 嗯 连少林武当两大掌门都离买 当时 他就立刻转身 向方正和冲虚地说 哈哈 两位掌门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人所共养 今天要请两位出来说句公道说话 令狐冲招揽了这么多妖魔鬼怪来恒山 是不是坏了恒山派不得结交奸邪这一条门窥呢 是 这样问 就果然问到方正住持地了 他心想 唉 他说也没错 这里果然多数都是旁门左道之人 不过 如果要令狐冲赶他们下山 那就行不行得通呢 在这阵时 又听见上山一条路上 有一个女人就大声叫了 一月神交任大小姐到 啥 令狐冲很惊喜交集 情不自甘脱口而出 什么 人已经来到了 噔噔声了走到崖边 看到两个大只佬抬着一頂小脚 噔噔声一路上来 在脚后边跟着四个丫鬟 旁门左道的群雄听见盈盈来了 哼哼声冲下山迎接 欢声雷动 涌出着小脚就来到封顶了 一停下 脚脸揭开 走出一个停停欲立的少女出来 正是盈盈 群雄大声欢呼 圣姑圣姑 一起躬身行礼 看见这些人的神情 对盈盈又敬畏又感佩 欢喜之情出自心底 令狐冲走上几步 盈盈 什么来都来啊 盈盈就说 今天是你大喜日子 我不来怎么行 他望下四周围 走上几步 向方正和冲虚两个行礼说 方正大师 掌门道长 小女子又来了 方正和冲虚一齐还礼 心想 唉 你和令狐冲好 今天都不应该来啊 唉 你现在叫令狐冲更加难做了 这阵时那个落口就大声说了 哦 这个姑娘 是魔教中的头面人物 令狐冲 令狐冲 我没说错嘛 令狐冲说 是又怎样啊 是又怎样 恒山派五大戒律 规定不得结交奸邪 你如果不和这些奸邪人物一刀两断 就做不得恒山派掌门咯 令狐冲就说 嘿嘿 做不得就做不得了 有什么要紧要呢 盈盈望了她一眼 眼光中心情无限 心想 唉 冲哥为了我 什么都不在乎 她就问了 请问令狐掌门 这位朋友是什么来头啊 凭什么来过问恒山派的事呢 令狐冲就回答 他自称是 嵩山派左掌门派来的人 他手里头拿的 就是左掌门的令旗 不是说这些是 左掌门的一面 小小令旗 就算是左掌门自己亲自来到 又怎样会管得到 恒山派的事呢 各位 令狐冲居然够胆 得罪五岳剑派盟主的命令 那么他接不接掌答 恒山派掌门人这个位置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来了 002 2 2